泰兰特是谁 他是打败了左飞 初代 塞文 杰克 艾斯五位奥特曼 最后在地球败给了泰罗 虽然失败了 但打败了奥特五兄弟的怪兽 也还是第一个 泰兰特之所以这么强大 是由七位怪兽合体成的 头是西格拉斯 身体被蒙斯坦 腿雷德王 手巴拉巴 被汉扎激兰 韦克拉伯王 尾巴像蜈蚣一样 一位是合体怪兽 泰兰特也继承了七位怪兽的能力 比如手能发出钩子 在木星对战杰克 勾住了杰克的脖子 还能消除奥特签名 头部在设定中 也能引发海啸和龙卷风 而不能发出 伊卡尔斯星人的飞剑光线 泰兰特的背部甲卢被切断 也能相安无视 大腿力大无穷 踩断了左飞的手臂 嘴能喷出高温度的火焰 让奥特曼烧伤 肚子能吸收光线 还能喷出冷气 面对杰克的斯派修姆光线 艾斯的梅塔利姆光线 毫发无损 这多亏了贝蒙斯坦的肚子 其实小天有个疑问 为什么在木星时 杰克为什么不使用奥特手镯 难道一时激动忘了吗 在银河奥特曼剧场版 迪加使出栽佩利敖光线 结果却被泰兰特吸收了 就算是迪加改变方向 光线也不能摆脱泰兰特的肚子 那光线就不能杀死泰兰特吗 在杰德TV剧面对赛罗的 无限极数光线 泰兰特因能量过大爆铁王 想对我可爱的女儿 你还做了两万年呢 谢谢大家